Hello,大家好,我是And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更多福利送不停 今天再为大家介绍一款非常好用的 高速高效的科学上网的工具 那么它可以在全平台使用 包括LS,iPad,Windows,Android,Mac等平台 它一个账号支持最多20个设备同时使用 并且我昨天随便测试了一下 在我300兆的宽带的电脑上 随随便便可以跑到20万加每秒的速度 非常的惊艳 打开4K视频,8K视频都是秒开 打开赖飞跟这个ChatGPT更是不在话下 好的,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 我们来到它的主页 在仪表盘这个地方 这里有一个一键订阅 我们点击一下 这个地方是可以复制订阅地址的 二维码订阅也可以导入到Clash 那么它导入到V2rayN里面也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以V2rayN做一个演示 这里复制订阅地址 复制完以后打开V2rayN 打开以后我们直接点这个加号 当然在服务器这里面导入也是可以的 我们直接点加号 这里要给这个节点取个名字 今天是4月6号 0406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就选粘贴 好,把这个地址粘贴上去 其他可以不用管了 再点确定 确定完以后点这个0406 然后我们点订阅分组 这个地方更新当前订阅 不通过代理 我没有开代理 它的官网也是不用开代理的 点击更新当前链接 这个地方更新成功 这边有40多个节点 我们点选一个节点 再按Counter A全选 右键的话呢 点一键多线程测试延迟和速度 这边可以看到 延迟在100毫秒以下的很多 总体都在一圈以下 表示这个节点呢 确实是OK的 延迟越低呢 表示这个节点速度越快 那现在我们先来找一个 节点来测试一下 打比方这个节点吧 英国06的这个 右键收为活动服务器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显示真言词859 上面这个地方测试是96 真不知道差别在哪里 没关系 我们打开自动配置系统代理 链接上以后我们打开浏览器 我们打开YouTube 进来以后我们搜4K 选选过滤条件 支持共享 我们随便打开一个视频看一下 跳过广告 现在正常播放 右键打开详细统计信息 大家看到延迟很短 一开始就是9万10万的速度 大家看到11万 12万 真的非常惊艳 大家看到这个地方已经是4K画质了 速度现在是123万了 我们给它快进一下 这个快进是非常快的 差不多只有两秒的缓冲延迟 你再快进 还是一样差不多两秒钟 这个速度不停变化 非常nice 我们尝试换个节点 清除系统代理 找一个延迟短的 比如日本02 右键设为活动服务器 这边来增延迟61秒 上面是43秒 这个节点也不错 我们打开一下 回到这个地方 重新开始播放 我们快进一下 现在速度去到15万 16万开 要知道我的网络是300兆 现在去到19万开 现在去到20万开了 21万开 这个速度什么意思呢 相当于这个每秒的话 是200多兆的一个速度 下载速度非常的惊艳 真的毫不夸张的说 这款VPN是我近一年以来 用到速度最快的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VPN的一个特点 这个VPN叫云湖VPN CloudFocus 它是提供全方位的互联网接入 兼容IOS 安卓PC和Mac系统 不管是任何时候 包括网络高峰期内 都能享受8K视频高速体验 刚刚也看到 打开4K视频基本上是秒开 非常了不起 在你的网速上千兆的话 它这个速度随随便便 去到230万开肯定什么问题的 它的特点呢 就是优化线路 然后创新 推出这个自定入口的 V2Broad技术 还有这个采用IPLC 端线技术 确保高峰期可以流畅的使用 多平台的话呢 这边可以打开奈飞 下线GPC等等 多媒体都是支持的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它这个安全系数非常的OK 降低IP被封的这样一个风险 那么它有超大宽带和无限的流量 多个节点加速 可以看到好几十个节点 然后一个账户可以支持最多20个设备 多平台同时在线 顶级加密技术 这个是广大用户都非常重视的 好的 我们再到它的主页来看一下 那么进入到它的官网呢 要注册一个账号 非常简单 任何一个邮箱都可以注册 设置一个密码就行了 登陆进来以后的话呢 就会到这个仪表盘的主页这个地方来 那么它是支持一个小时无限流量适用的 假设不会用的话呢 这边都有它的一个教程 这个教程的话呢 包括各个平台啊 ls ipad的教程 小火箭 然后安卓跟这个windows的clash 当然的话 v2rayn也是没问题的 这个mac的话呢 它也有专门的一个教程 那它的节点状态 大家都可以看到 多个地区都是有的 包括这个英美 新加坡 韩国 日本港台等等 购买订阅这一边呢 也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优惠啊 它的这个套餐非常的多 关键是这个每个套餐的这个流量非常的大 最简单的一个套餐呢 也是600G的流量 这边是6台设备 这边是10台设备 可以同时使用 最高是1000兆 这套餐越多呢 流量就越高啊 这边是15台 这边是20台 这个套餐来讲的话呢 建议大家就是先弄个最低套餐的 来试用一下 假设用到一个月 非常稳定 速度非常OK 非常满意的话 可以考虑升级套餐 那么它还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说假设遇到任何问题啊 右边有一个什么 随时再现的一个客服 7乘24小时再现的 随时可以找得到它 那有问题 这边也可以提交公单 在这个新建公单的话 可以说出你的问题 或者说直接再现 跟着客服这个解决问题都行 另外还有一个渠道呢 就是这个TG啊 这个Telegram里面 是可以直接找到客服 提高再现解决这个问题的速度 我们再倒回来看视频这一边 这边稳定的19万8 差不多20万这个速度 我们呢 再测试一个节点啊 把这个节点关掉 台湾02 再来给它快进一下 延迟了三秒啊 现在打开 这是13万的一个速度 还在上升当中 现在缺到20万 这个速度呢 不光可以满足日常办公的需求 它还可以完全满足其他需求 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观看 下期视频就会 下期视频就会 下期视频就会